同样是一大变数 英国富豪布兰森投资的火线发射公司维珍轨道 在今年1月份火箭发射失败之后 迟迟没能找到新的资金补水 在筹资几个月之后还是失败 在4号申请破产 英国的亿万富豪布兰森 去年7月曾经抢先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九 奸上太空 风光一时 但旗下的维珍轨道公司却惊传周转失灵 Virgin Orbit filed for Chapter 11 bankruptcy on Tuesday The satellite launch company couldn't find the long-term funding needed to recover from a rocket failure in January 迟战轨道今年1月火箭发射失败之后 支持未能取得新的资金活水 导致上个星期宣布停业 并且大幅裁员85%的人力 最后还是暗然宣告破产 It's 21-meter rocket launched from a Boeing 747 off the coast of Cornwall in the UK Failed to reach orbit in early January 布兰森2017年将违征轨道 从违征银河之中分拆出来 利用改装过的波音747飞机 直接把小型卫星送入太空轨道 2020年起 六次发射任务当中 四次成功 两次失败 过去两年 小型火箭发射公司面临激烈的竞争 市场偏好能够分摊成本的大型火箭 像是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 如今违征轨道败下阵来 布兰森的太空梦也正式宣告破灭 陈宇里边也